晚安 大家好!,歡迎來到這個馬迷世界 走迷世界都行 走迷心笑,不緊要的 財迷心笑都不緊要 這個節目,甚麼迷心笑都行 我們在這裡談談,除了臨收工之前 跟大家分享一下威士忌 什麼叫追酒飲,就像追馬買一樣 一隻贏了,繼續買買到它開位置 威士忌也是,有時候我們覺得好的 不妨繼續跟進 那良好的圖案如何養成呢? 首先,記性是很重要的 在未講之前,除了分享威士忌之外 都跟大家講一些關於賽馬上的我的分享 不是提示,想聽提示在其他節目或其他台上都有 在這裡講一下我對賽馬的看法或投注策略等等 希望可以跟大家增長知識 你認同或不認同,調轉來做都無所謂 有些人想法不同,不過你當聽多一點 未講之前記得,右手邊有一顆四星龍珠 按下去就可以訂閱世榮香港人賽馬頻道 繼續試試賀恩菲特的十八年 很重脈味 我們有時 之前經常聽我早前講的答輯 就是講時間論 即是說,跑得快就贏了 對,但有時地慢又怎麼搞呢? 地慢,有時不是說地理那些地慢 即是熔岩那些,不是 是說,如果地慢,你就看看同一日 究竟是否其他班次和長次都是這樣 如果有不同班而同路程,更好 因為你可以在那場賽事的馬本身的強度 以及馬的時間,去將自己的班做比較 你就知道,你留意那隻馬 究竟在不同班裡面,你是屬於強還是弱 在這裡講什麼呢?一起帶大家看看 有隻馬,我很想推介給大家 今天看五間馬經都介紹了 當然,那個節目時間不太長 只可以簡略地告訴大家 但是在這裡,我就可以細心慢慢告訴大家 牽完又牽這隻馬,就輸過給股票轉期 大家都記得那場的 如果不記得就不要緊 我都錄下了 那時候是紅心 其實它之前快步速不斷 千二我已經提醒大家 所以下一次就貼了出來 結果他都落飛了 不是只有我看到的 賭馬集團都看到了 本事同根深,雙戰何太急 是不是?經常都這樣說 旺浩南都差點贏 當然是厲害 但是股票轉期再厲害一點 之後三班都贏 好了,重點不在這裡 好了,我們經常都說 喂,1分10秒4 那就不錯了,緊緊輸 你可以說他賺報酬 總之輸給一隻強馬,富六三班都贏 好了,接著一千呢 一千不適合他跑而已 都沒理由輸四個馬位那麼遠 那你就要想 究竟是他因為走三疊 跑得遠呢 還是南拘捕的實力超班 一隻丟掉四個馬位 接著後面那幾隻其實是貼在一起的 所以其實水準不是很低 記不記得以前有隻金章一號 就是掉九個馬位去跑 有這樣的個案子 我們就馬上帶大家看一下 嘩,不知道走完頭會明白 我們就馬上看看是否 你會看到,不是 對呀,不過有一個好 這種樣子大家都要記住 就是中間不是洩了很多隻馬 如果他這個輸四個馬位 是跑第十或者十一、十二 那這個三疊 雖然真的洩了位 但是起碼也有十隻八隻過了 那就是你都不是很厲害 讓你不洩了 你最多過多四五隻馬在中間 那他現在前面只有五隻馬 真心說不是太差的 你也可以看看前面的馬是否這麼厲害 或者不厲害 那怎樣分呢 你說,看步速好像很利潛領 那他走三疊沒有什麼特別 輸四個馬位也算遠 一千米,都挺對的 但是大家留意一件事 頭馬那個時間 我經常都說 那天不是地快還要慢步速 其實很難計時間 那慢步速當然是放頭贏 也都對的 是不是 南區保,開心好友 這些都是屬於慢步速放贏的 跟前走的 那麼厲害那隻肯定是大當家 但是 留意一件事 慢步速放回來 就五十六秒九 前置馬 有優勢 然後他剛好那一天 有一場三班一千 三班一千 你見到三隻都短頭分勝負 當然三隻都盡力 如果不是就不會短頭分勝負 難道大家射騎 像潘頓騎、彪之瑞那次 經常都拿來笑他 笑足千八十年 好了 我們經常都這樣說 鬥到短頭分勝負 當然是出盡力 還要三隻都外擋 衝上來 你說不盡力 是開玩笑嗎 每個人都想贏 所以便是啡格 不過 你會見到快步速 但是快還快 先看看時間 三隻欠短頭 當然是時間相近 最後大家見到甚麼 五十六秒六 你看一下 同一日 早兩場而已 壓不壓地 這個待會再說 但是 你見到五十六秒九 欠零點三秒 大約兩個馬位 頭馬欠兩個馬位 後面這隻欠四個馬位 其實同三班欠六個馬位 大約一秒 一秒 你說 這也不太好 但是你不要忘記 現在這隻馬是走三碟 所以其實 賽事水準 不算很低 再加上 他也不是放頭馬 他也賺不到優勢 他追不到是正常的 你只是說 太過均速 我們從這件事上來 你不要因為他的名次後 也不要因為他的時間慢 他的確是慢三班 頭馬一秒 你說厲害 怎麼都說不通 但是我們要知道是甚麼 走了三碟 而這隻馬追不到上來 因為那個慢步速 那你就可以得出一個結論 甚麼 他太均速 因為他跑一千 而你看到 他上一次跑 他是放頭 而且是 跑一個不是很快的步速 差點贏 即是說 其實他是一隻比較均速的馬 放太快不行 所以他會斷 那你會知道這件事 好了 你先理解 即是認識這隻馬 我們經常都說 我們除了要計時間 你認識這隻馬 究竟是甚麼性能 或者是甚麼樣子 這個時刻是這樣 這個階段是這樣 不代表他一年後是這樣的 或者他血統上 或者腳法上 原來將來可以增情 或者縮情都還可以 當然一千二沒有甚麼縮 難道跑八百米 試雜 好了 那跟著 再跑回千二 你說咦 為甚麼不行 那今天下午講過 不再講了 心律不正 好了 輸了大延悶 算了你抹了它 好 今次你看一下的日子 超過了一年 是不是很熟口臉 給大家一些時間 大家想一下 超過一年的馬 如果練馬才不扔 而那些傷患 並非是影響它的結構 即是手腳關節 譬如你打石膏 跌斷腳那些 即不是說人 即是說馬 說人 那你當然要長一點時間 復全 但是 如果只是一些心律不正 只是一些內臟的問題 大家記不記得 美麗銅響 今季其實是初出的 那它之前 已經是不良於行 即是已經有關節上的傷患 大家記不記得 它隔了多少天出 315天 咦 你說剛才那隻這麼像 隔了多少天 我們先去廣告 回來再跟大家說 有甚麼共通之處 不動馬房 這個是股東來的 支持一下 記錄下軒軒軒 看看我有沒有說得對 十幾倍 試一下無謂 無不無壞 不是無謂 我們30秒後 記錄下這隻馬 先用建制APP 我們回來再說 有時喝一口酒 真的覺得人生辛苦做的事 都是值得的 買一瓶美酒 慰勞一下自己 好了 接著我們說一下 試了兩個閘 如果蓮瑪斯認為這隻馬要再減 其實它是減分途中 減了兩分 右上角 阿丁旁邊 在這裡看到 它要再減分一隻心率不正的馬 用甚麼容易呢 再出試個閘合格 搞定 不斷出就繼續減落五班 可以的 為甚麼不敢做 因為蓮瑪斯一早就知道 它可以和 它在休養這一年期間 它都看到股票轉期 南俱寶那些有多厲害 你不記得嗎 不要緊 我告訴你 南俱寶這隻馬跑一千 當時這場是四班一千 現在南俱寶上次 在三班都贏一千 是下班的 它之前在二班跑 都差點贏 看不看得到 81分輸 至於四分三馬位 是因為跑了三點 不過一千席都沒有關係 不要緊 最財都是連接的 但是你會知道 二班沙田一千都差點贏 這隻馬很厲害 是啊 既然這麼厲害 你就覺得 它贏一隻四班馬 四個馬位 有甚麼不出奇 還要你賺一部束那隻 整件事很合理 好了 既然丁冠濤看到 你現在聽完又看到 你也知道這隻馬厲害了 在四班 那為甚麼不操好 找個好一點的騎 好一點騎士去騎 正常發揮 已經夠贏有餘 現在練馬師就是做了這件事 做好功夫 尋釀明倫 試個雜 理解一下馬的狀態 即馬的狀態 性能 試下去 行不行 當然不會試贏 四五個馬位 給你看 傻了 不是那麼辛苦 要操這麼久 做甚麼 你看到 神操紀錄最重要是甚麼 沒有大量缺貨 操練維持正常 上了洗頭艇 雖然略有脫漏 略有脫漏 你只可以說 它不是很耐操 即是可能是神仔 那七月頭鼠就放過去 但想重化 這件事態度良好 為甚麼這樣說 因為重化是沒有頭鼠的 可以不用全部灰色 整層頭 還可以從重化度度下部 一路維持疏的操練 慢慢等馬伏 最近開始 十月中的時候 加辣的功夫 回到香港再跳 然後 現在出賽 跑千二 如果你預計到這場 是沒有甚麼報速的 剛才我不是說過 at very beginning 即是在海湖開頭的時候 我不是說過 怎樣 這隻馬是均速的 大家記不記得 不記得不要緊 訂閱這個頻道 再看一次 幫我增加一個觀看數目 我會很感謝你的 好了 你現在知道他均速 如果沒有甚麼報速 他的檔也不是很差 你說會不會有馬頂著他 又走三碟 好 那你就看看 按馬仔這格 有得怎樣 講過很多次了 檔位 OK 檔位 那你就看看由一檔開始 馬是怎樣跑的 這隻 上次輸二十一個馬位 抹了它 試襲跟前 之前跑千二 可以放頭可以跟的 有一檔也 你想想 即是說 蔡寒可能會因應的情勢 有一隻馬 舒服罩 總之是順其自然 好似其最眼光 從草之王 擺明後上 哇 這樣兩次走入比 你跟我說他放頭 你可以轉台 或者取消訂閱都可以 好 順威王子 大冷門也是後上的 這隻馬 幾次都是這樣 試過擺前走 不過那次 沒有甚麼報速 慢報速才行 這場應該不遲 自購馬 減到下來 看一看 兩隻後上 進馬風彩 就可以擺前 跟前走的馬 通常都是要找遮擋 大家記得 看回之前賽事 即是甚麼 二三檔 就縮到最後 最多是美麗歡呼 黏著欄 進馬風彩 一是就守在它後面 一是就拍住放 然後外面又怎樣 有隻開心好友 你拍住放 我放入一個角落 或者你放在放頭馬後面 我就放頭走二碟 跟前一點沒問題 一千我都放在前面 然後你就想像到 牽完又牽會怎樣 就跟在開心好友後面 或者進馬風彩外面 即是怎樣 二碟二位 就是它應該會走的位 如果 因為這裡已經跑到第六場 如果你看到 那個鐵欄優勢 不是特別大 是公道的 即是裡面又有走的 進來實力馬 外面又有些衝突上來 正常捕捉 或者沒有甚麼捕捉偏差的話 即是說 這些實力馬 有機會發揮進展所長 牽完又牽 根本就是這場一隻超級馬 當然你要個心武士 如果你說好像 從小之王這個倍率 當然是不搏 但是現在 牽完又牽的位置 都比大熱門的win 當然是搏 丁冠豪 楊詠麟就楊詠麟 不要緊的 楊詠麟 你之前跑來的 輸了那隻大熱門 不要怪它 它那個第四都很厲害 幸運勝區 差一步頂不了 現在你不是買大熱門 你買它十多倍的冷門 我們叫甚麼 直播率 你買大熱門 雖然四次都可以輸一次 你贏一次你也有錢賺 現在這個位置 是四次 沒有一次 有一次位置你都會贏 所以我覺得都挺有利 它超級是很容易入位置 我討論和你說的話題是甚麼 它贏不贏 所以 姐姐 所以我們這些馬 要好留意 就是它究竟行不行 其實是 源於我們跑一隻馬 我們經常去看一場賽事 跑一隻馬 先步速是後面的 你要理解這隻馬的性能 想一下它怎樣走位 然後根據每一隻馬的強弱 先擺好它們的沿途走位 然後再排除 當然現實中一定不一樣 為甚麼 因為總有馬會漏閘 被人撞 發神經漏 慢閘 或者有隻特別快雜 實有的 這些意外一定有 但是 你首先要理解 馬的性能 如果你要連它的性能 或者它的能力 你都不知道它有多強 其實 是很難投馬 你根據它的能力 再看看它的倍率 才能分得到 喂 其實它有多值 你現在這樣聽完我講 就算它沒有比 你都會覺得 對 都挺值 不過這樣 這些馬 不是讓我看得到的 OK 到我從哪裡來的 賭馬集團都會落飛的 所以告訴大家 這些馬 跑的時候 就好像很公勢 如果出到賽 都是只有十倍八倍 你猜吧 沒有沒有十倍的 這些馬 八倍左右 八倍你覺得值的 那就買WIN 如果覺得不太值 位置Q 可以的 那就自己選腳 好了 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這個馬迷世界 這次呢 晚一點 還有這個 瞬間岸獨贏 明天還有 大倉南北 講一下 騎師王 最重要 大家記得是 精英賽 騎師要精賽的騎師王 跟著還有什麼 還有 鬼馬敢死隊 再加上 大飛哥 最重要 大家喜歡 加上六盒彩 六環彩 都會送給大家 免費 可以訂閱就可以 所以記得訂閱 明天有我和Kitty 做Live 到時再見 拜拜 好 嘩 真是沒得定